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一集我们讲商战 几个事情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笼统的来讲一讲 还有就是讲人心 人心隔肚皮 尤其在商场如战场 第一个 就是游族网络投毒案 后续被告人许归 一审被判处死刑 游族的这个事件 对吧 我们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第二个就是 娃哈哈对最近销量 下降90% 做出一个回应 第三 就是这个农夫山泉 饮用水公司注销掉了 可能就是这个农夫山泉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不卖了 还是咋样了 我们来看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游族这个公司 这件事情 轰轰烈烈 红星资本局 3月22日的消息 时隔三年多 游族网络 这个股票代码是 002174 SZ 创始人林奇被毒杀 一案 迎来新的进展 据上海一法院微信公众号消息 24年3月22日上午时时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市一中院 依法公开宣判被告人许规 故意杀人 投放危险物质案 以故意杀人罪 对被告人许规判处死刑 拨得政治权利终身 以投放危险物质罪 对被告人许规判处 有期徒刑6年 决定执行死刑 拨得政治权利终身 上海 以中原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许规 因公司经营管理事宜 与被害人林某产生矛盾 经预谋于2020年12月14日 至15日间 在被害人林某 实用物质中投毒 至林某中毒死亡 许规还因工作上的原因 与被害人赵某甲 赵某乙产生矛盾 经预谋于2020年9月至12月 在林某的办公室内 饮品等物品中投毒 至赵某甲 赵某乙等私人中毒 2020年12月18日 十八时四十分许 许规被公安机关抓获 那么啥意思呢 这个许规啊 你看他长的那个样子 他在法庭上 今天他那个嘴唇就 像一个像一个像一个鸡灼米 一样的那种样子 戴个眼镜 两个眼就就反正这个样子 这个家伙啊 是我们在商场 尤其在中国商场 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戴了一个眼镜 穿了Bitting的西装 皮笑 露不笑 一副成功人士的一副嘴脸 这样的东西 在我们上海滩 这样的东西非常多 非常多 道貌爱然的祸事 满口仁义道德 然后他妈的干的事情 全都是这种 衣冠禽兽 诸狗不如的这种事情 这个东西 他是干嘛 他对他们那个领总 就是说 他说我给你领总 我给你吃这个益生菌 你经常应酬 肠胃不太好 我吃下来很不错 你吃这个益生菌 其实这个益生菌里面 这个是里面有这个毒品 而且是这个 这个毒药 是慢性毒药 他不是说吃了马上你就死 吃了马上你就死 那人家就要查了 怎么回事 对吧 慢性投毒 让你 就是说到最后 可能以身体为由 或者自然死亡 怎么样的 就得说 我想蒙洪过关 但是 他这个事情 怎么动创事发了 对另外两名合伙人 对吧 两名照性合伙人 去投毒 剂量没控制好 一下子 人家就马上什么 马上就 中毒了 那人家就要查 怎么会 怎么会中毒 一查是这个东西 在这里偷毒 他搞了个什么益生菌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们大家要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包括之前还有 什么好闺蜜 就是那个叫 诺亚集团 诺亚集团 他那边 你去找他 去这个开金融账户 叫他理财 起跳是一百万 起跳是一百万 他不是 也是这个 跟自己的什么 闺蜜 搞来搞去 最后在京东 开那个假的一些单子 然后也是在这里 骗钞票 搞事情 所以大家要记住一点 现在啊 这个浮躁的社会 人心非常的险恶 中国社会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人他妈缺 缺乏这种信仰 什么缺乏信仰 不是说宗教信仰 而是说这种人 他做事情 很多人都是这种 不择手段 为了想赚钱 为了向上攀爬 功于心机 啊 然后什么 啊 这个啊 阴谋诡计多得不得了 所以有的时候 在中国 为什么今天 很多人想移民到海外去 其实移民到海外去 这些人 除了大部分 可能脑子里面 觉得西方好 西方妙 西方呱呱叫 以外 其实大部分人 脑子还是比较清楚的 知道西方是个什么地方 但是为什么还要走 因为在中国的商场 混他们太累了 心累 各种名枪 案件 陷阱 我说过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 商业不规范 商业不规范 你看中国的金融市场 他妈等同于诈骗 对吧 还有很多做生意 骗钱的 把你给他妈的 给吸血鬼 把你吸干的 搞诈骗的 为你专门设计一套 骗术 或者说像这种 自己和火人之间 反目成仇 投毒 搞事情 弄 想要另起炉灶 啊 要为言谋反 成桥兵变 黄袍加身 啊 这种事情非常多 很多人都看那个心 哎呦 妈那个逼 怎么赚点钱 怎么心这么累 啊 心力憔悴 所以有的人弄了一票 或者干嘛了 老妈就想元素告飞了 飞了啊 想元素告飞了 哎呀 也不赚钱了 弄一票 掘一票 啊 到海外去 啊 开个什么小卖店 开个小旅馆 开个超市 开个中餐馆 在海外混混得了 别搞那么心累了 啊 他是有很多人 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啊 所以说呢 你看看 像这样的事情 投毒 所以老兵就说过 这个建立在生意之上的友谊啊 你要明白 他是比建立在友谊之上的生意要牢靠 但是 在商场上 你和合伙人之间 你和你的 啊 同事之间 同行之间 一定要敬畏分明的 丁是丁 毛是毛 你 一定要明白 啊 对人啊 对害人之心 不可以有 这防人之心是不可无 啊 对吧 包括我 就就是老兵可以讲自己的一些习惯 我到一些妞家里去玩 妞给的水 我都不喝的 啊 或者说别人给的水 我是不喝的 这个杯子离开我的视线 这个水 我是不喝的 就让你去夜店里面玩 对吧 啊 那有的人说 说家里有小小姑娘 那小姑娘 要要留点心眼啊 这个杯子离开你的视线 你就不能喝 或者这个饮料 啊 你不是 不是这个服务生在你面前倒的 你不能喝 啊 别人的东西不要喝 别人地上来淹 不要抽 啊 这个就是什么 我会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不认识你 我跟你不熟 啊 不要这么客气 我跟你 我不认识你 啊 对不对 有些时候 你一定要养 保持良好的习惯 到女人家里去 为什么不能喝女人水 万一他妈这个 这个女人有那种什么性略倾向 或者怎么样的 她给你这里面倒点东西 或者拿那个针管 给你注射点多么东西 到时候他妈那个逼 把你绑 绑起来 把你搞你 啊 对吧 弄你 把你关起来 把你拿铁铁给你锁起来 啊 或者说你 你昏迷了 啊 或者是怎么样了 啊 到时候 给你干点不可描述的事情 对吧 啊 我们讲可能 这个 啊 比如说这样拍些照片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都是很危险的 啊 还有在办公室里面 你最好自己去倒水 啊 这个东西是很吓人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啊 某位领导人之一吧 啊 那个 那个时候 啊 都是他老婆 到中南海外面去买水的 不喝中南海里面的水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你既然进入到名利场 进入到生意场上 你一定要当心啊 啊 你一定要当心 而且中国人都他妈有皇帝梦 这个皇帝不是说 一定要当领导人 可能当这个公司里面的头 或者说当这个团体里面的大哥 当龙头 你跟你的合伙人之间 啊 合伙人就是合伙人 啊 不要去发展 那种啊 过多的私人友谊的东西 啊 大家是生意上的 就生意上的 不要 特别多顾及 这种私人的事情 所以说你这个 就是你在商场上面混 你这个水杯 你自己要控制好 不离身 瓶装水 啊 要么你就自己 自己拿这个瓶装水 啊 对吧 喝之前 晃一晃 倒一倒 看看有没有针头 那他说这样太累了吧 没办法 因为你在利益场上面 你必须要要防范别人的 啊 对吧 就像皇帝一样的 你既然有皇帝梦 你像皇帝 你这种东西吃东西什么 要注意 有些人他给你慢性 给你偷毒 像这种许规这种人 上海滩 都不只是上海滩 整个世界 一观瓶瓶 一观瓶瓶 一观瓶瓶不要太多 人家手持兵器 没有十秒钟预备的 啊 面词新鲜 这样的东西特别多 人心险恶 所以说 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 一定要 有些东西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安全 啊 对不对 自己的家人要保护好 要提高自己的侦查 与反侦查能力 但是这个东西 每个 就老兵说的 就是说 不一定贴近于你的这个现实 但是自己呢 老兵就是 就是一句话 就是说 还是要留个心眼的 啊 做生意啊 管理各方面 与人心的这个弯弯绕 这个东西是最累的 这个东西弯弯绕 啊 这个东西 打拐 这个东西 是占据着你 日常生活当中的 百分之九十吧 今天他妈搞业务就百分之十 在公司里上班 不也是这样子吗 办公室 正着 搞脑浆水 穿小鞋 弄你 整你 啊 对吧 有的一些领导 他 你 你小子没弄好 他不屌你 他屌你的主管 然后他 他屌你的主管 在你中文 目前说了你很多坏话 垃圾话 让他跟你来说 然后他 看到你还笑咪咪的 哎呀 小明 啊 这一定不错啊 好表现 加油 啊 你看到吗 那就是给你搞这种老江湖的事情 哈哈 啊 所以大家呢 这种像上海游族这个事情 啊 你想想看 多么令人可怕 这就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 来说这只是个个例 真的是个例吗 现在这个社会 疫情这么 因为疫情后经济形势这么的不好 很多人生活压力都很大 凭什么 他想多吃点蛋糕 你又不肯给他多吃点蛋糕 那人家不就有想法 对吧 马路上面他们开车撞人的事情 拿砍刀堕人的事情 胡锡进言言讲的 这种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 没有办法去避免 那公司也一样啊 对吧 合伙各方面 大家都是要保持一些界限的 大家明白吧 就只是生意的本身 不要涉及到你自己私人生活领域 啊 这个很重要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下面经销商各方面的 可能也会弄啊 我们来看看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啊 现在被这个大家给打到什么情况 中国经济周刊 经济网讯天眼查APP显示 3月21日 自江农夫山泉饮用水 有些公司经营状态 由程序变更为注销 该公司成立于98年12月 房间代表连执行董事为中山省 做资本332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含生产饮料 瓶桶装饮用水类 其他饮用水 销售自产产品 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 和装卸服务等 由农夫山泉 HK09633 全资持股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农夫山泉饮用水公司呢 已经这个从存续 现在变成注销了 这个牌子还会不会在 可能都不一定了吧 反正他现在这个公司 他当时98年成立这家公司 农夫山泉这家公司 已经注销掉了 为什么 所以我就说你当时作为中信后的经销商 对吧 你是可以去成立别的品牌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讲良性竞争 没问题 商战嘛 对吧 人家有可口可乐 也有百事可乐 如果说你一家垄断了 也会成为托拉斯 国家也有反垄断法 对于进行强制拆分的 也是有的 但是你在竞争过程当中 你有了这个渠道 然后在这个里面 你去城桥兵变黄袍加深 你把你的老东家给坑惨了 还反过头来 你懂营销 还反过头来干他 干这个中信后 为什么大家很爱戴中信后阁下 中总为什么大家都是很尊重他的 人家做慈善 这样把你做慈善 自己身上不搞那些奢侈品 穿个老布鞋 人家赚点钱给员工 虽然说我不是他的员工 他没给我钱 但是他这种做法 我认为这是一家优秀的企业 在一些地震灾虚当中 在一些天灾人火当中 他一直都捐款了 他有社会责任 这样的老总 我们绝对会尊重他 你这种人 你不用去做什么广告 大家自然而然会去买你的产品 钟福利也回应了 这个娃哈哈 为什么销量跌90% 因为没货了 因为本来娃哈哈市场就那么大 被农夫山泉 什么可口可乐这些公司 给排挤的生意就这么大 但是现在网友要乐情 他销量下跌90% 就是说他的业务增加了这么多 他不够生产 他的厂子不够规模去生产 所有仓库里的东西都卖完 卖干净了 而农夫山泉无能问津 现在我看很多超市里面 门口本来都是会摆些 那种瓶装水 饮用水 原来都摆的都是农夫山泉 现在摆的都是百岁山 我说我怎么不把 不摆 娃哈哈 不摆农夫山泉 他说农夫山泉不往卖了 那为什么不把 娃哈哈 娃哈哈没货了 所以摆个百岁山 我说百岁山也不错 百岁山也是这样的 把你扛下水 对吧 所以说老兵讲 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情 大家给你扒出来 知道你 原来你以前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是这个 成桥兵变 黄苞加深 你还 你这个 这个是串 串位 那大家就得干你 而且你的家务还为福不仁 你还有个美国儿子 你背后你的企业里面 还有这么多油带资本 在这个里面 你想干什么 啊 冲着中国的水 水支援 你还投铁 你还说自己母亲死了 是怪物王 网友弄你了 把你母亲给抑郁死了 你一 你这个满 一招 啊 一步错 处处皆落索啊 啊 满一招 错 叫你满盘皆输 所以说呢 做生意 我们还是要讲 光明磊落 啊 你说香港那个霍英东先生 他们霍家 为什么 大家对他们都还是挺尊重的 对霍老先生 以前一直都是很尊重的 啊 国家领导人都是很尊重他的 为什么 人家做生意 不忘爱国 为什么李嘉诚被人骂死了 老东西 这么这么老了 还他妈天天想的 搂钞票 弄弄钱 啊 没有任何的家国情怀 一个纯粹的商人 这个年代跟你讲 政治挂扎 pickney他妈的 在上眼上 做生意都得讲政治 不讲政治 你生意没能屌你 市场上抵制你 干你 你看苹果公司那么牛逼 中国只要一抵制他 一干他 马上他妈哭 马上哭你海妈的 啊 希望求中国能多买点印度iPhone 是这个道理吧 大家说是不是啊 将心比心 不要搞那些丑恶阴险的东西 现在人都跟你 都是很聪明 都跟你讲光明磊落的 所以说老闭还是讲 虽然说刚才跟各位讲 商贷的一些事情 讲一些人与人之间的 这些丑恶的 弱点 但是我还是说句说 人还是要光明磊落 还是要讲阳谋的 啊 少去搞阴谋 但是你也必须会在 一些 别人给你弄阴谋的时候 你也有这种手段 去相应对付他 但是人还是要坦荡荡荡的 讲阳谋 啊 就是说一本正经的 啊 这样的人 你是有能格魅力的 你这个太阳 曾释放 大家才会成为你的向日葵 你往这边走 大家往这边 你往这边来 大家就往这边 这样的人 是受人尊重的 就像宗老一样的 像什么曹德旺这种老板 啊 那个任正非他 他们这一些 都是受人尊重 尤其是这个宗庆后 对吧 啊 你天天搞那些 外面形态的 像潘石英那样的 天天他妈 欺骗自己的父老乡亲 啊 对吧 天天想着想着去美国 只想着弄钞票 这种呢 你一辈子别活 别回国 你儿子 我的儿子潘瑞 也别想回来了 啊 叫你们永远 在海外 去当养奴奴 杀逼玩意儿 死在国外去 跟那个毛鱼士一样 死在国外去 妈了个 95度还要过去 你死在家当大去 下边偷在当白人 当白爹 杀掉 谢谢各位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